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目前在夏威尔 从关岛回到台湾的时候 要经过这里 在这里转机 那有一个机会来进 这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圣物 是夏威尔乔治亚圣母圣像 它是流出圣友 是长神迹的一个圣像 这个圣像的背景非常特殊 本来它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一刷品 在波罗斯制作 在这种圣像制作的是大量的 然后之后它在多伦多 在加拿大有一个教友购买 在一个一般的教会的店里 然后它回夏威尔的时候 在他的家里 它开始流出非常香的 很特殊的一个香气的 一个圣友 而且大量 不是一点一点 它是一直流出很多 之后 他们把这个圣像放在教会 有一些人开始怀疑 那到底这个是真的成绩 所以他们把这个圣像 送到美国给主教们检查 检定 它确实是一个神来的一个神迹 他们检定了 从那时候以后 这个圣像一直存放在这里 在这个教会 然后有世界各地的朝圣者 来这边朝圣 来进这个圣像 他的圣友也是送到世界各地 我们之前在东地温传福音的时候 我也E-mail这边的神父 Athanasius神父 请他送我们一些流出来的圣友 这个圣友我们带到东地温 在那边有很多的患病者 一个我们的木道友 他全身有发痒 我们高额浮游以后 隔天早上他都是全好了 也是一个神迹 然后这种的神迹非常多 在印度 很多在美国也有很多发痒 就是这个圣像的圣友 所以我们就要向神母祈祷 请求祂给我们一个照顾 祂特别选择这些岛屿 夏威夷岛屿 要显示祂对我们的爱 我今天也介绍这边的教会 在18世纪就有传教士来过这里 然后他们也曾经盖了一个教堂 在夏威夷岛 在1815年 然后在19世纪的中叶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圣 是一个圣人 圣人 一个独主教 他之后变成了一个独主教 很伟大的圣教士 他也来过这里 也是在这边传播福音 然后也是跟这个美国的教会 这边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时候在阿拉西加有很多的传教士 也是派传教士到这里来传福音 这边一直都是俄罗斯教会 在这里传福音 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 就慢慢逐渐也有其他的教会 地方教会 希腊教会 塞尔维亚 美国教会 也开始在这里传福音 目前 剩下主要是俄罗斯跟希腊教会 而且在不同的岛 这边非常缺少传教士 人口很多 比关岛多十倍 然后只有两间教堂 有几位神父 然后这边的教友 也是各地过来的 有美国大陆的人 也有亚洲各国 还有这边太平洋的岛屿 各个岛屿都有 都有来这里 所以我认为可以使用这边的教会的功能 可以发展 可以传福音到太平洋地区的各个地方 发展教会 在这里他们接待我非常热情 我本来不认识这边阿多纳什的神父 没有见过面 就用email 联络 但是他真的非常热情 很好客 让我住他们这里的教会 然后也是跟我介绍 这边教会的背景 跟情况 他也欢迎各个人 朝圣子来这里 然后 当然除了太平洋 这里本身也非常需要传教 这边的本地人 夏威人 信徒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因为这边的教会祈祷 他们这里是离哪里都很远 但是地方非常美 你们可以看我后面的山 现在刚好是太阳出太初的时候 所以特别美 很多的很特殊的鸟 植物 树 花 都非常漂亮 其实说实在 我都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欢迎各位来这里 可以了解这边的状况 在这里祈祷 好好的像是 我说的 请求 所以这条案说 就是先介绍到这里 祝福大家